3 2 1 好跳 初現場和新社國小小朋友 穿上輕便雨衣 把手中沾滿顏料的網球 方巾往上拋 繽紛的顏料 馬上把燈會服務中心 原本白色的牆面和天花板 裝點成一幅獨一五二的床椅畫 可以把這個建築物 留在市區讓大家欣賞 跟同學一起做的東西 可以在畢業前留下一個 非常美好的回憶 第一次跟同學這樣在戶外 然後一起就是這樣展示 而且這還是我們親手就是完成的 太子建設為了表達對新竹縣 主辦2013台灣燈會的支持 提供一座造型獨特 風格典雅的接待中心 作為燈會期間的服務中心之用 由於接待中心挑高7米的天花板 顏色單一 新社國小葉潤竹校長 帶領師剩20人集體發想 遮顏料用丟值投射的方式 裝點接待中心 我想教育的創發 就是將不可能變成無所不能 我們希望說讓孩子們 原本是在隱密的活動中 我們希望說透過公開的一個場合 讓孩子們能夠很開心的 能夠很放心的 無所顧忌的去把衛生紙 然後沾上顏料投向天花板 用玩的方式體驗藝術 參與燈會佈置 讓小朋友們都玩得不亦樂乎 更與邱縣長一起開心合照 留下難忘的回憶 放棄 選手